正規的拉力越野車 它是為了拉力賽而打造的 像是Daka Rally 還有Baha Rally 其實就是一個超大型的cross country的比賽 那打卡車手必須在兩週左右的時間 完成將近9000公里的路線 對人與車都是耐力的一大考驗 大部分的車廠它不會有市售的拉力賽車 通常是用cross country的越野車來進行改裝 那除了KTM它每年會生產80輛的復刻賽車 但一台的售價也要100多萬台幣 車手對車的訴求就是除了快之外 續航力也要久 那接下來來聊一下它車輛的設計 它引擎在2011年之後因為比賽的規定 排氣量限制在450cc以內 但透過各種引擎強化的零件 擺裝ECU 加大空力面積 還有改裝的排氣管 450cc可以坐車的馬力可以達到70匹以上 比競技越野車還要強 因為比賽的關係 車輛必須至少有250公里的續航力 加大油箱當然是必備的 除了前面加大油箱之外 打卡拉力賽車的副車架還會外掛油箱 那KTM甚至把副車架直接拆掉 用強度比較高的油箱來當作副車架 而車上有兩個汽油bump 那車手能自行切換車輛 想要使用前面的油箱還是後面的油箱 那通常都會先把後面的油箱使用完畢 因為減輕後端的重量 對操控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就像騎車的時候 後面加一個漢堡置物箱 對操控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在巴哈拉力 100公里左右就有一個維修站 所以拉力車手通常不會有後面的油箱 車手隨身帶的工具也會比較少 跟打卡拉力比 打卡拉力可能會有24小時的時間 沒有維修站的資源 要帶在身上的東西必須要更多 輪胎方面也會有人使用海綿胎 可以避免掉輪胎被刺破而漏氣的風險 打卡拉力因為車架充滿了油箱與裝備 排氣管也會被下移到下方 如此能夠騰出空間 也能設計出比較直通 而且管徑比較大的排氣管 增加引擎高轉的馬力 一方面來說 也可以降低車身的中心質量 讓操控可以更好 在Cross Country的路線 也不太會像有硬耐力那種跨木頭 會撞到排氣管的問題 車頭巨大的導航塔 也是他們的特色 在拉力賽 車手只能透過導航塔的路疏 來尋找路線 雖然車上有配備GPS 但是也只是記錄經過的路線 回傳給比賽大會 拉力的賽車 極速可以到達180公里每小時 風鏡也是車上必備的 還有越野車專用的防甩頭 或稱轉向阻尼 會隨著車頭擺動的速度 來增加阻尼感 讓車在高速有更加的穩定性 為了不讓導航塔摔一次 就毀掉 通常會使用非常堅固的方式來固定 使用碳纖維盡量的輕量化 不過整個導航塔的重量還是能達到10公斤 面對長途跋射 引擎的散熱也是透過改裝來增強 除了增加原廠沒有的 既有冷排之外 原本越野車左右的雙水箱 也會被換成比較大片的單片式水箱 就像大排量重機那樣 我認為拉力賽最美的地方就是 它的整流罩 與仿賽整流罩功能不同的就是 它是用來保護 車身上繁多的裝備 油箱引擎水箱之類的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的緊急用水會藏在下護板裡面 不過像是WR450拉力賽車 它的緊急用水甚至把它藏在搖壁裡面 非常的酷 整台車幾乎經過重新打造 才能成為一台正規的拉力賽車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Adventure 多功能車 多功能車跟早期的拉力賽車 其實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他們除了注重越野的性能之外 更注重的是高速時的穩定性 有些車廠會用著自己比拉力比賽的經驗 來打造出自家的多功能車 像是BMW的大鳥 還有KTM的ADV 而近年來也越來越多品牌加入多功能的行列 比較像是有越野性能的旅跑 就像近幾年 汽車也是很熱門 跨界休旅車 常常看到多功能車的宣傳廣告 專業車手做出非常誇張的越野技巧 但這些只是宣傳手法而已 一般人根本就做不到 雖然不是主要用來玩越野的車 但是在公路卻有接近越野車的操控 轉向的靈活 吸震效果非常優 大排量的優勢也能在高速路段輕鬆的巡航 而且有風鏡的設計 是每一個越野騎士 騎高速夢魏影球的裝備 比較高的避震行程 在進入非鋪裝的路面 操控一定能優於旅跑 排氣出口略高的設計 也具備一定射水的能力 可以輕鬆到達一般重機 比較不願意前往的景點 而購買多功能的客人 很大一部分本身沒有在玩越野 許多高階的車款 配備許多高科技在車上 像是本田的非洲霜 雙離合自排變速箱 還有大鳥的 越野斜坡輔助 電子避震器 讓想體驗越野的騎士 可以更享受越野帶來的樂趣 而不是動不動就扛車的體驗 會入手的人 除了他越野的特性、操控 還有適合長途的坐墊之外 車本身的功能性 也是大家想入手的原因 有些車款 甚至把多功能車的越野功能拿掉 單純就是為了在公路上 能有越野車的靈活操控 像是YAMAHA的Tracer 900 下出的排氣管 鋁框而非鋼絲框 車本比較低之外 也讓不越野的騎士 有多一個選擇 如果今天想要從台北騎到武林 中間經過一些快速道路 或是產業道路 我不會選擇WR450 這種純種的越野車 而是會選Africa Twin 這種多功能車 可以用最輕鬆的方式 來享受騎車的過程 那接著要介紹的就是 SuperMoto滑胎車 滑胎車它源自於法國 那就是所謂 裝了道路胎的越野車 所以不是因為它會滑胎 所以它叫做滑胎車 所以一台越野車 裝上的道路胎 基本上都能稱作SuperMoto 正規的滑胎賽車通常是由 Moto Cross的越野車來打造 相同的特色是 變速箱都是密尺筆 對加速有利 引擎的輸出 注重在中高轉的動力 並且會加裝滑動式離合器 在退檔入彎的時候 能夠減少後輪跳動 增加它的穩定性 避震方面呢 因為賽道融合越野場與賽車場 同時要能夠具備 飛跳與滑油路的性能 行程大約縮短10% 降低整體重心 能夠增加過彎的穩定性 那彈簧設定也會比較硬 就跟Super Cross的設定是一樣的 在市面上 除了KTM與海濕瓜 還有TN RACY 有原廠的進階滑胎車之外 其他像是日系品牌 都需要使用Moto Cross來改裝 不過因為許多人喜歡在道路上 擁有越野車靈活的操控 各車廠也會推出道路用的SuperMoto 原廠就幫你改好的前後17吋輪框 像是本田的CF250M 傳奇的KRX300SM 還有YAMAHA的WR250X KTM的690SM-CR 那有些車廠也會使用大排量的街車 融合越野車的元素 來製作出完全是道路取向的大型滑胎車 它除了高速比較穩定 輕鬆之外 也有越野車靈巧的操控 它不會像越野車一樣 時速一超過100 就會覺得非常可怕 那類似的車款有 HyperMotor DD750 都是類似的車款 再來介紹的是Trial Bike 那它跟Trail Bike 常常會被搞混 因為兩個英文其實很像 那在台灣通常乘坐技術車 或是慢車 或是攀岩車 那它是專門拿來訓練攀爬技巧的 會做到的動作各式各樣 孤輪點跳算是基本 還有很多花式的跳高 因為它專屬於訓練的用車 車廂的設計跟領導車完全不同 因為很多設計是為了摔車的時候 零件不會撞到障礙物而壞掉 車身宅銷的設計 水箱只有一個 而且是在中間 甚至被車架包住 倒車的時候完全不會撞到 通常沒有坐墊的設計 讓騎士能夠用最大的空間 來做技巧性的動作 它沒有副車架的設計 只有主車架連接後面一個長長的吐出 吐出的材質也是用非常軟的塑膠 像是可以彎曲的眼鏡一樣 非常難折斷 那油箱的部分通常只有2.5公升 在攀岩練習是不太需要續航力的 引擎大部分是二行程 現在比較新的也有四行程 二行程沒有肥肥的膨脹式 是因為技術車 氣流的設計是要求低轉的爆發力 它使用比較小口徑的化油器 增加空氣的流速 也有助於提升低轉的性能 一般300cc二行程 會使用28mm的化油器 那如果是同排氣量的零道車 像是T300 大多都使用38mm的口徑 引擎會有5-6個檔位 前3-4個檔位是逆尺筆的設計 依照不同的技巧需求 會使用不同的檔位 不像其他車種是為了加速 而一檔一檔的使用 所以騎技術車打到4檔 也能夠不吃力的起步 而5-6檔是比較遠 方便在短程之間移動 不然前幾個檔位速度沒辦法拿太快 技術車的打擋桿設計也離腳踏比較遠 不會因為大動作而去霧踩打擋桿 車體的設計比零道車還要低 避震的行程也比較短 重心低讓人會比較好平衡 用比較少的行程 技術車的避震就非常重要 可以讓車手跳半層樓高的高度 也要能承受高處落下的衝擊 避震外觀大多會塗上特殊的塗料 讓多餘的摩擦力降到最低 雖然是使用鋼絲框 但鋼絲不貫穿輪框來固定 而是直接扣在輪框的表面 如此一來能夠做輪胎的器皿 不需要內胎 讓胎壓能夠放得超低 而且能夠正常的運作 正常的胎壓通常都在5PSI左右 甚至更低 外胎也是超軟的攀岩車專用胎 用手指就可以輕鬆把胎塊捏變形 輪胎設計100%是為了循跡 而不是速度 在一些正規的耐力賽 官方還會靜止使用技術車的輪胎 避震也比一般越野車再短一點 圍攤比較快 讓騎士能更輕鬆的往上跳起 整台車輕量化 讓車的重量維持在70公斤以下 比一個人還要輕 除了本田早年有併過蒙泰沙之外 他們有推出自己的技術車 其他大部分只有歐洲的品牌有推出技術車 像是GasGas、Beta、Checo 都是技術車的名牌 Hypertrail 可以說是兩用車 它有著技術車的優點 還有領導車的優點 這類的車因為 油箱它比技術車還好來的大 所以續航力比技術車還好再優一點 而且它有坐墊 可以當作領導車來騎 那它騎乘的速度與攀爬能力 就介於技術車跟領導車之間 車重來說 KTM的FreeRide 250R只有92公斤 同排氣量的領導車TE 250 有105公斤 兩者就相差了13公斤 因為重量輕的關係 也被原廠歸類在新手入門的車款 那同類型的車款 還有Shako的XRide 介紹了那麼多種越野車 但雖然沒辦法 每一台越野車都能擁有 不過其實只要有一台越野車 以上介紹的其實都能做到 像是你只有領導車的話 其實也可以去沙灘來體驗沙圈的感受 那如果沒有越野車的話 也是可以買一台仿賽 來體驗領導的硬耐力 只是做到的難度會比較高而已 Les Cエ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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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